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介绍了一点点外部工作原理 对吧 核心电脑它还没介绍到呢 咱们这节课继续 好吧 来我们看一下 上节课我们画的这个 介绍了 请求网站 BS结构对不对 所以则有一个客户端的浏览器 则有服务器对不对 咱们介绍了 请求服务器呢 则用这个 一个地址 对不对 咱们管这个地址叫做UR 对吧 那咱看UR的组成是哪些 在这画一下 UR 请求地址 咱们管它叫网址 对不对 咱们专业数 以后咱们在开发的时候 我都管它叫UR 或者叫做URI 但UR URI比URL 包含的内容更多一些 对吧 那UR都是哪些组成的呢 咱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部分叫做协议 协议 第五部分 就是参数 咱可以这么理解成五部分 看到了吧 那协议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这画 协议上面的地址 上面是HTTP HTTP 它就是一个 什么 传输协议 那这个协议干嘛的 就是为我们请求网站用的 那协议就像当平时说的合同 对不对 里边是制定了一些规范的 那具体这个协议的详细内容呢 咱们其实在后边的绘画控制的前边呢 会把这个HTTP协议呢 所有的细节详细讲 因为在这儿会呢 它涉及到的专业数特别的多 对吧 但是你现在要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协议 它就是用这个协议去请求网站的 对不对 你不用这个协议的话 这个网站怎么的 不给你办事 不让你请求 对不对 就相当于跟服务器签好了一个合同一样 我按照合同规章制度 我把这个事办了 对吧 所以咱们想访问网站就得用这个协议 如果你在地址栏里边 没写HTTP冒号的话 浏览器会自动的加上HTTP冒号 对不对 采用的就是这个协议 这些是请求和想要的协议 也是无状态协议 好 这个干净咱们不说先 留在后边挥挖控制之前 咱们去看 那协议有了 对吧 也就是通过这个协议 当然不同协议呢 它会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包括还有HTTP协议 对不对 等等等等 Paironite也是协议 TTI 底层走的这些都是TCP IP 好了 专专业数据再也不说了 对吧 咱们就先记住 HTTP是个协议 请你网站用的 OK 就到这儿 然后主机是什么 上一课咱们稍然介绍过 什么 主机什么 是不是就是想找到服务器的IP地址啊 这里边就是主机 可以是IP 或 域名 对吧 域名 那这域名就是咱们上边这个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直接通过IP地址 也能请去这个网站 对吧 但是有的网站会评比 用虚议主机会不支持 就知道吗 有的只支持域名啊 那这话 3w.lamp 那我都说了 刚刚是你给我解释解释 3w.lamp brother.lamp 这个结构 那你学DNS的时候 这些会学 比如说 这外层有一个点 顶层域 然后这个域 然后这个域 3w就是机器名之类的 这个概念呢 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完的 你就先记着 3w.lamp brother.lamp 它和某一个IP地址是对应的 就完了 那通过这协议 拿着这个协议找这台机器 对不对 那咱前面又说过了 这台机器 这台机器 里边装的就得一个软件吗 不是 有可能十多个软件 对不对 那十多个软件 怎么区分 我访问这台机器的 哪个软件 通过端口 对通过端口 对吧 端口 80 那肯定你就奇怪了 说 说高老师 你写这个URL上面也没有80啊 对吧 这个 就看你用的是什么协议 我现在用的是个RTTP协议 每个协议或者每一个特定的东西都有一个固定的也就是缺少的端口 就是你不写的时候就有默认的端口 听着吧 比如说我这块 假如开个命令行的话 我TARANITE一个地址 我不写端口 默认就是23端口 因为它是TARANITE 对不对 那我用SSH连接 我不写端口 默认是22 如果是上传文件下载文件那个FTP我使用 不写端口 默认是21 对吧 那么外部服务器 这些外部服务器 如果你在不指定端口的情况下 默认是80 听着吧 如果 但是这个端口可不可以改呢 它就是0到65535之间的一个整数 你可以任意修改 但是修改的时候呢 记着 修改的端口不能是别人正在使用的端口 听着吧 比如说咱们这个楼里边有一排门排号 对吧 已经有了第三号了 你再写个第三号 别人是不是就会乱了 对吧 要用一个空写的端口 你自己写的端口 也要用什么端口啊 1024到65535之间的端口 因为0到1224之间是这些常用的协议用的端口 听着吧 所以是可以改的 但是咱们尽量别改 用默认的 OK 那是不是通过这个协议找这个机器 80端口 是不是就能找到这个阿帕奇了 对吧 那 找到这个阿帕奇了 然后这阿帕奇文件里边有一个什么啊 阿帕奇是个软件 他不能将这个操作系统在下面所有的文件都要你访问 他没那个能力 如果是这个操作系统里边固定的几个文件 比如说操作系统里边系统文件 如果要别人随便看的话 那你想想这个服务器是不是就没有安全可言了 所以呢 他会控制 他只控制某个目录下的文件可以用 这个目录叫文档根目录 也就是 Doc文档的root目录 指定的 这文档它不是目录啊 它指定目录比如等于在根下边三达路下边 听什么 那么他就能管理这个下面目录的文件 听什么 这个目录下写什么文件 都可以反动到 比如说按照咱们这个地址请求 那在这个目录下 有一个PRP的目录 PRP目录下有一个sp.html的文件 真的吗 rhtml的文件 那我看一下 原理就出来了 什么呢 我在请求这个地址 那这块这个内容 再看一下ur啊 内容就是谁啊 现在请求的内容是 先把ur说完吧 好吧 请求的内容 是不是就是 PRP目录下的sp.html 它只能管理根下边三达目录下 因为这是我假设的一个目录 对不对 后边具体学阿大奇的时候 你要具体的看 目录呢是可以改的 你说它只能控制某些目录 而不是全部的目录文件 都让别人去访问 这点要知道 那这也就是请求的内容 对吧 如果我请求的内容是PRP的文件 听什么 那我还可以在请求这个文件的同时 为它传数据 那就叫参数 听什么 那参数怎么传呢 在这个地址后边用问号 听什么 然后像变量一样 后边能够学变量 比如说将ID等于5传给他 对不对 将配置等于10传给他 你可以写很多个参数 传给这个文件 也就是传给你请求的文件 客户在请求这个文件的同时 并能将数据传给他 这就参数 当然这个地址咱们后边再写 这个URL是没有参数的吧 对吧 然后我们通过它 现在 是不是通过的端会进来 是不是能找到这个文件了 对吧 那外部服务器软件 外部服务器软件 工作原理极其简单 别怕它想复杂了 听懂吧 他一看 你是采用RTDP协议过来 对不对 符合协议 对吧 那这个外部服务器软件 干嘛事呢 就一个文件操作 干嘛 你找哪个文件 如果没有 就给你一个什么 页面没找到 对吧 如果你找的页面有 就不用解析 把这页面打开 打开 这个页面里边写的什么呢 RT2文件里边 是不是写页面的 咱前面刚刚讲过 写页面的得用三种组合 RTMRCISJOWSQUARE 对吧 这一文件里边就写这三种中的 要不三种 要不两种也行 对不对 总之把页面 是不是写出来的一个东西 对吧 他就把这文件打开 把里边的RTMRCISJOWSQUARE 原封不动的给我们发过来 所以他接收到的代码 就是什么 就是HTMRCISJOWSQUARE 对吧 这三种组合 是不能出现任何进展 对吧 那这个发到浏览器 浏览器是不是一看到这 发过的代码 是不是浏览器就解析这几个代码 那解析这几个代码 就会怎么的 显示颜面 对 就会显示美妙的颜面 这就是怎么的 传统静态颜面的一个 请求和反复过程 对吧 那么也得看 对这个原理有什么疑问的地方 HTMR 对 因为我现在这个地址规定的就是访问HTMRCISJOWSQUARE 我没有要让他访问别的文件呢 对吧 那访问别的文件的内容 咱们下个课继续 好吧 这节课咱们主要就介绍 一个HTB协议中的URL的格式 好吧 记住了 有这五部分组成的 当然这五部分不用写全 像这个地址只体现出了三部分 协议 主机 和什么 请求的文件 对不对 如果你在地址栏里边 你只需要体现出 你看 我只体现出主机 那么 他会默认给我加上 前面加上什么 对吧 他默认前面加上这个了 HTTP 骂号了 听了吗 默认在这块给我加上 80端口了 OK 默认在这我加上请求的是 已经带点RTMR了 因为这些都是固定的 所以他都可以 你看 这还是这个页面 对吧 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呢 协议它有一些缺省的东西 就是你不写 它就有默认的那个东西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内容 简单的外部原理和URL这个结构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 好 谢谢 欢迎订阅